警方瞧瞧前後包夾 眼見白車完成交款 便一行警抽灑車 準備顆粒逮人 不料嫌犯著急想開溜 油門踩下去一股腦巴苦 衝撞後方轎車 其中一名員警遭車門撞傷 腳踝遭到夾傷 不過嫌犯眼見查是藍飛 只能下車配合 壓制逮捕的是一名 十九歲羅姓嫌犯 年紀輕輕就成為 詐騙集團的收水手 警方接呼報案 性被板橋有一名朱信復人 遭投資詐欺 騙走八百多萬 夫人配合園警 二十二號上午 與車手相約超商 面交一百五十萬元 登到蔡信車手 請點贓款時 園警當場仁贓聚貨 蔡信車手則是為了 減輕刑責配合警方 查契上游派遣的羅姓收水手 不料羅姓嫌犯拒不配合 還一度衝撞園警 事後警方在犯刑車上 查獲毒品可以打命 全案將依詐欺洗錢防制法 妨礙公物毀損傷害 將羅姓移送法辦 警方一局逮捕兩千 不過詐騙集團 以投資誘騙被害人花樣白出 民眾小心受騙上檔 記者新北綜合報導